哪有自己跟老公说我看你就恶心 你觉得他恶心 他当然不想抱你了 喜欢心里喜欢就行了嘛 你骗他不行吗 你比那谁帅 你完了吗 你也别老说人家做 回回家吧 什么出差出一个多月 就别蒙我们了 反正要找借口总是有很多借口 没有期望 唯一的期望就是 十年了是吧 展望一下下一个十年什么样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听完老师的话 我感受挺深的 但是我也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 多陪陪我 多陪陪孩子 少打点电话 少玩会儿游戏 当然我也会改一改我的脾气 确实是我关心你 关心你得也少点 像老师说的 仔细想想 有的时候你这些举动 还算挺可爱的 有着厚操牙 没话了 好好的呗 请两个 谢谢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 有着厚操牙 有着厚操牙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那来来 有请小娃图 可爱 来 这边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这对十年情感的夫妻 如何从今天开始 先开他们下一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幸福篇章 各位请见证 我确实有点忽略你的感受了 虽然比较浓躁吧 但是还是因为我关怀你关怀的不够 以后我肯定会花更多时间陪你 听到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多一点沟通吧 谢谢你老婆 拜托老婆 要保湿一辈试啊 除了要 还需要保鲜自己的婚姻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还要老二不 要 他又不会带娃要什么老二啊 学嘛 好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